今天开始我想聊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 首先我要谈的是扬州十日 这是公元1645年发生在扬州的一次大屠杀事件 当时清兵多夺带着他的诸多的军队 据说是号称十万攻打扬州 此刻法守称不利 沉江被破 然后下令了五天的大屠杀 也有人说一共杀了十天 具体的情况其实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 今天的人对于扬州十日的印象 都来自于一本叫做扬州十日记的一本古书 这本书作者叫王秀楚 是在清朝末年在日本的东京的一个图书馆发现的 当然很多人质疑这本书的真实性 有人说这可能就是清朝的革命党或者是那些反清复明组织 他们为了宣传反清进行革命煽动而伪造出来的一本书 还有人说这可能是日本的某些人 他们希望挑拨中国的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感情而伪造出来的一本书 具体的这种争论我们不说 因为确实很复杂 史学家也质疑书中所说的内容 它的真实性 因为很多情况 比如说杀人的人数 一些历史事件 一些人物 在史书上都找不到对应的证据 但是扬州十日路这本书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学习的地方 就是说它很形象的记载了屠城发生时的各种操作 各种细节 士兵们是怎么屠杀百姓的 是怎么样勒索钱财的 尤其他指出一点 杀人不是目的 抢钱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扬州城被攻破的时候 当时清兵并不是一进来 就直接大开杀戒 因为如果你把城分住 杀一个把人杀光了 你就不知道别人的钱才在哪里 士兵们对金钱是执着的 对杀人其实并没有兴趣 扬州城为什么特别容易被屠杀 因为扬州在古代是一个山貌城市 扬州城的位置 它在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接处 中国的两个最主要的航道 一个是长江从东到西 沿着长江流域 可以一直贯穿中国的很多个省 大运河又是打造了一个南北的通道 它把长江淮河黄河都连在一起 整个三大流域是通过大运河 留在一起 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接点 也就是阳中 自然就成为商业的发达的一个集散地 各地来来玩玩的产品货物都会在扬州城汇集 然后分类分解 再说的扬州是一个中转港 它的地理位置就类似于今天的新加坡 上海这种大型港口 但是扬州它并不是政治中心 它也算不上人口中心 因为它既不是省会更不是首都 所以它只是一个恶险城市 只是扬州这地方山人很多 非常富裕 有钱人 财富 更是江南驱逐可数的 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既然攻向了扬州城 不抢劫这样一所富裕的城市 士兵们是不会甘心的 扬州城攻破以后 第一件事情那些士兵就挨家挨户的勒索 就告诉他们 只要你主动拿出钱来 孝敬我们 就可以帮你们安全 否则的话 后果之负 那时候并没有盈利上人 虽然也偶尔发行一些 抢劫不利的暴怒之下杀人的士兵 但是都是极少数 很多人就为了保自己的平安 主动把自己的钱捐献出去 送给这些清兵 但是其实这一切刚刚开始 有人甚至说第一天仅仅是一个试探 看看虚实 你们哪些人是家里有钱的 因为主动能拿出不少钱的人 肯定是家里有钱的 这些人就成为重点人家 所以接下来清兵们就开始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开始反架 勒索杀人 凡是不愿意交钱的 或者交钱数量给他们不满意的 把他们的家抓过来 杀一个再杀一个 用这种方法威胁其他的人 把钱拿出来 这一招是奏效的 因为你可以吓唬那些人 你要钱还是要命 很多人就把这个钱 更进一步的拿出来 送给这些 潜洁的清兵 清兵们觉得还有钱的口啊 他就继续杀 有些人可能如果他家里有钱的 我杀几个他的亲戚 亲人 他总会把钱拿出来 要不然这钱也没用了 因为你家里人死关了 所以他们觉得用这个办法可以把钱拿出来 但是有时候也杀错了 有些人确实是全家杀官 他也是没有钱的 那也无所谓 反正对于士兵来说 既然杀人了 既然抢劫了 既然他们的主将允许他们杀几天 那么不杀来不杀 所以就这样 把很多很多人都杀官了 有些人躲起来了 出不来 找不到 既没法勒索他们 也没法有杀人威胁他们 那怎么办呢 有些清兵就在那里高喊 说我们不杀人了 当然已经停止 现在我们要安抚百姓 大家可以安心出来了 那些人以为不再杀人了 他真的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发现上当了 清兵就把他们又抓过来 又一个个进行拷打 逼他们把钱拿出来 很多人就这样 又被杀了 所以扬州十日的大屠杀 他是一轮接一轮 这是当时 明末清初 这场战争中 一个缩影 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发生在扬州 但是确确实实发生在很多很多 类似的被屠杀 抢劫的城市 为什么当时的士兵会这么热爱 杀人抢劫 因为明朝末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当时社会动乱 失去了秩序 这边有明朝的政府 那边有清朝的后京 还有李志诚 还有张献忠 每一个群体 都是非常残忍的群体 比如说大家认为是正宗的明朝 他就是被史学家 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朝代 至于李志诚 他显然作为流寇 他比明朝政府更加毒辣 崇祯皇帝 跟人借钱 跟人要钱 根本要不到 连他的老张人都不肯交钱 但是李志诚所到之处 他就能用暴力 把别人的钱给逼出来 至于张献忠 那更不是说了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杀人魔王之一 或许说这个人可能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杀人特别残忍 然后大清国清兵入关 攻占了北京城 刚开始的清兵 表现得很像个仁义之师 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但是没多久 清兵就变成了和其他的那些军队 几乎没有区别的杀人 抢劫 首先 有一个误会 很多人都以为 那些在阳州时日杀人的 家定山徒的那些 占领中国全境的清兵 都以为他们是满族人 其实并不是 当时全中国的满族人只有三十万 除去妇女 儿童 老人 一些长级的不能打仗的 当时满族的军队 大约是六万到八万人 号称十几万 再加上几万蒙古族的人 还有其他的一些军队 是北方的 东北的汉族 所以清兵里边 真正的满族人 大概也就六到七万 而他们入关以后 大部分驻守的北京城 南下的士兵里边 非常少是满族人 基本上全部都是投降的 原来是李治成的部队 或者是明朝的官兵 他们今天是大明朝的军人 明天摇胜一变 就变成了大清国的军人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工作 一种任务 哪里有利可图 随时可以防水 军队要想怎么样打胜仗 你靠仁义之师 在那个年代 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没有任何人愿意 把自己的钱 主动送给你们军人 去抢天下 那个年代的人 也没有国家意识 更没有什么 民主选举的民选政权 你跟他们讲这些道理 是不会有任何人的理睬 怎样的军人为你效力 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就是让他们有钱挣 在兵荒马乱 食不果腹的年代 挣钱的办法是什么 最好就是当兵 因为大家组成军队 就可以去抢劫百姓 这就是战乱年代的事实真相 那么那些明朝的一些士兵 他们基本上都来自最底层的穷人 如果不是因为贫穷 基本上不会去当兵 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 叫做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 当兵 有些是因为你犯了罪 被冲军 有些是犯人去冲军 还是负兵役 强制把你抓过去 冲军 自己愿意冲军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这些人 他们当兵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吃饱饭 挣到钱 所以你不能指望 他们对普通百姓 会表现得仁义之师 因为如果你是仁义之师 老百姓不会给你钱 你就没钱用 没饭吃 你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 所以那时候的军队 你必须是如狼似虎 让大家知道你的厉害 你必须表现得不服从 就可以杀了你 只有这样 民众才会把他的钱 拿出来给你用 才可能把他的粮食给你们吃 你这次军队 才可能打胜战 这是战争年代 一条颠覆不破的定律 所以我们不要用今天的眼光 去猜想 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样 不要用今天的想法 把它套到古代的军队上面去 在历史上 还有一些更残忍的例子 比如说两国打战的时候 为了虚报军功 有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杀老百姓 把老百姓杀掉一大堆 把头砍下来 你看人头是没有办法区别 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的 你拿人头数据拿过来 就去报军功 你就可以挣到很多钱 这种事情 在金庸的小说里边 也提到这样的案例 当然还有一些是 完全虚报军功 去领赏 比如说历史上的 像新契级这样的著名大将 他就很擅长跟这种事情 即便是七纪光这样的名将 他也喜欢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把以前的军人 想的太正经 太神圣 历史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扬州十日 那个年代的军人 就是这样选人 军人和流寇之间 他是没有界限的 今天他是流寇 李志成的部队 明天他一投降 就是明朝的官兵 在明天他一投降 又是大清国的侵略军 人还是那群人 只是他们效忠的对象变掉了 所以在大清国 统一中国大陆的 那几十年时间 在前面打仗的 奉拥在前的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满族人 而基本上全部都是汉族人 和汉族人之间在打仗 你今天投降了 你就代表战士 明天他代表内职 所以 所以 在延州十日 或者嘉定山徒 这种战争 这种战争中的大屠杀事件中 谴截杀人的 他并不是满族人 去杀汉人 而是那些投降的 加入清兵的 那些汉人为主 他们去杀汉人 当然 还有人是 在敌人进攻的时候 看到势头好 临时马上就参军 今天你还是一个 大明国的农民 明天你去报到 你就成了 大清国的士兵了 正是这样一群 主要由汉人组成的部队 在清朝的满族人 多多的率领下 表现出 残暴的 强大的 一种抢劫和屠杀的力量 这些人 他们都是汉人 所以他们 虽说汉语 会说华文 还有很多 当地人 会说当地的语言 他们也知道 怎么样逼宫 这些有钱人 怎么见别这人 是否真有钱 那些满族的人 他不熟悉 你汉人的生活 你没有能力 像这些汉人一样 做的地道 那么 扬州大屠杀 这个事情 这在雍正年间的 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 满清政府 他承认大屠杀发生过 非常残暴 但是到底杀了多少人 这始终是一个疑问 按照 扬州十日记 这本书的记载 作者王秀楚说 一共杀了八十万人 他的理由是 在大屠杀结束以后 命令两万个僧人 也就是和善 这两万和善来收尸 他们一共收集到八十万尸体 然后他们去砍柴 运木头 把这八十万尸体 都火化掉 但是呢 历史学家 对这个事情 是根本不相信 他们有很多理由怀疑 第一 当时的扬州城 没有八十万人 整个扬州府 包括扬州城内 包括另外的 京江 泰州 南通三个州 再加上其他的六个县 总共加起来 只有八十一万人 而这些人不可能 全部进城避难 因为扬州城 他只有两万手兵 根本抵挡不住 十万清兵 老百姓不会那么傻 当时的时间 也来不及进城避难 第二个 是因为在扬州 十日这个屠杀的 发生的前九天 发生为此 民众大逃亡事件 当时因为 明朝的部将 高杰和许定国 两个人发生内讧 许定国就 又杀了高杰 然后高杰的 那些人 就是去报复 在高杰被杀的 隋阳城 这些高杰的 难民士兵 就带着他们的 军人 见人就杀 不仅隋阳城里的人 基本上被杀官 甚至连城周边 两百里的人 他们也是见人就杀 要作为一种报复 许定国投降了清兵 他要带着清兵 来报复 要杀入 扬州城 这个传闻来了以后 那个扬州城 肯定人心惶惶 因为驻守 扬州城的主要军队 就是高杰的部下 如果 许定国带着清兵 来杀 那显然这个扬州城 在所难逃 会面临一场劫难 所以当时 扬州城百姓 纷纷逃亡 他们暴动闹事 砸烂城门 逃出去 甚至杀了守城的士兵 一时间 扬州城所有的船 都被人抢关了 因为扬州是水路运输为主 船非常多 所以这么多人坐船逃难 说明一点 那时候的扬州城 大部分人都已经逃离了 扬州城却多大呢 当时的扬州城 城墙里边的面积 是3.9平方公里 按照以前的人口密度 最多也就只能容纳 20多万人 根本不可能容纳80万人 所以后人所说的 扬州城里杀了80万人 这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 九天以前 这么多扬州人逃难 所以当然也不可能 所有人都在里面 这就是历史学家 对此表示怀疑的原因 所以他们怀疑 王秀楚写的这本书 是假书 是清末的革命党 伪造的一本书 然后有些历史学家 还根据其他的数据提出质疑 比如说两万个和尚 烧了 80万具尸体 按照 普通的拿木材火葬人的 烧的那个传统 烧一个尸体 大概要100斤木材 两万人却要8000万斤的木材 一个人 要拉4000斤木材 那么扬州城 它是没有 山的 你砍柴 掉到城外 很远的山上去 那时候 扬州的城如果是 基本上被杀光了 也没人帮忙 一个和尚 他怎么有力气 从几十里之外的山上 扛4000斤的柴火 把它挑回家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这种记载 史学家 根本就不认可 还有人对那个 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 里面提出的很多细节 提出疑问 就是说 他里面提到的人的名字 那些职位 除了史可法之外 其他的所有人 在史书上都找不到 辅制限制各种资料上 甚至竹谱上 都没有找到 这些人存在过的证据 所以人就说 这个人有可能 他根本就不是扬州人 下面的故事 他根据其他各地的图层资料 各种记载 然后编写了扬州十日记 当然 也有人提出另外的观点 说这个人 他可能 确实是当时扬州城的幸存者 只是他的描写方法 比较文学化 都是很多的夸张 但是对于文学夸张 或者说 他自己的一些想象 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只是一部文学作品 而不是历史书 但是无论如何 扬州城是发生过大屠杀的 而且是一场 以抢劫财物 为目的的一场大屠杀 到底杀了多少人 有些史学家认为 大约是杀了十万人左右 而扬州十日记作者认为 杀了八十万人 历史事实 已经没有办法来考据 甚至扬州十日记这本书 现在存留的版本是真是假 也不知道 因为在清朝的 乾隆年经的禁书里面 有一本书 就是扬州十日录 但是当时作者名字不详 无明示 可见那时候并不知道作者是谁 然后过了三百多年 在日本的东京忽然冒出这本书 而且还有作者 还有名字 还有各种细节 所以大家有可能觉得这个书 是根据当年禁书路上的这个名字 后人伪造的 好了 具体事情已经无法考证了 很多历史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像南京大屠杀 这是非常容易统计的 即便现在统计 你把周围的人 把他们的族谱对一下 当时的南京城的户籍资料对照一下 你要把名当搞出来 其实也是不难的 但是即便是南京大屠杀 这件事情都没有搞清楚 何况 是三百多年以前 发生在扬州城的一个大屠杀 我今天讲这个 我不是说我要去考据历史 我只是说 虽然历史的事实 有些不可考据 但是有些事情 它是有共性的 就那个时代 中国过去 几百年 三千年 甚至几千年 这是那种军人杀老百姓 抢劫 兵匪一家 今天是流寇 明天是军官 后天右边上楼流寇 就是这种关系 这种为了生存 为了打胜仗 不屑一切代价杀人 抢钱的做法 其实在古书中 你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以后呢 我还会继续聊一些 类似的话题 我还会继续聊天的节目 我还会继续聊天的